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 林徽因 1921年 林长民带着女儿到欧洲各地游历 在伦敦呢 邂逅了老弟 徐自摩 他们俩忘年交 那咱们都说过 一起写过小说 剧 而且还互办 互数清长的这种公外恋 他对姑娘和这位才子的交往 当然不会过分的阻碍 但是对于林徽因来说 早年受到母亲冷落 虽然家庭很热闹 他表面很柔美 实际性格倔强 所以遇到这种财情万种又散解人意的徐叔叔 那心里的尖兵就难免的融化 思思情述渐渐成长 渐渐的就变成了徐哥哥 划船 跳舞 倾诉一些心里的话 但是对徐自摩而言 那是窦寇年华的林徽因 这种中学生形象 不仅是军阀 这才子也喜欢呢 简直成了浪漫情怀的完美化身 只是可惜 他已经是两岁孩子的爹了 而且妻子又赶到伦敦 也怀了孕 后来就发生了好多的事情 多年以后 林徽因跟朋友提起这段感情 还是轻声的说 也不算初恋 是未恋 林长明觉得不对 徐家也是着急 但最着急的徐志摩的师父梁启超 他说 这哪行啊 这样下去会出事啊 他一边写信指着弟子 有夫之父 别祸害小女孩 一边跟他说 兄弟 赶紧赶紧把闺女带回来 那个时候 梁思成马上就清华毕业了 这个还是叫两个孩子在一起 最为妥大 也就在这个时候 林徽因呢 说心里话 当时还是夹在中间 有些事情也不能单凭啊 徐志摩的日记来说明 具体的说法是一个车祸事件 当时呢 在西山养病的林徽因 在国耻日那天发话 说看看哪个追求者能最快送来北京城里的苹果 当时追求他也多 这个美女一说话 结果 痴心小子梁思成和他弟弟梁思友 驾着摩托车 前往在长安街就被交通赤长老金的车子给撞伤了 造成了残疾 左腿呢 短了一公分 没办法 出国只能推辞了一年 但梁启超 那有心呢 坚决成了两个孩子 就在1924年 让他们一起去了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 说起来也是机缘 林徽因当年在伦敦的时候啊 受到邻居女建筑师的影响 也想当女建筑师 这一说呢 梁思成本来不喜欢建筑 说得了 你学我也学 可惜呢 他宾大不收女生 没办法 林徽因只好先去了美术系 经常兼修这个建筑课 梁思成呢 乐得其成 他的作笔机 还得给人讲 更何况呢 他从小喜欢绘画 你学我建筑 我还学你美术呢 两个人其实也是情趣相投 哎 即使他们的福分 何尝不是咱们中国的造化呢 1925年年底 著名的郭鬼之反风 这个郭松林这一位 就服一个人 林长宁 他说 您来吧 我把东北交给您 比交给这个张家爷们儿强 啊 说了很多 当然东北当时也是 整个亚洲最发达的一个区域 林长宁也是满怀抱负 谁知道 老郭自己兵败为啥 林长宁呢 在新民屯 死于一颗榴弹 哎 年纪49岁 其实林慧恩老爸的死 就更加是 他自己坚定了 要嫁给梁世成 这里边既有豪门 也有稳妥 更重要的是找熟 其实作为一个偏方出身的这样的哈 小姑娘 她肯定早会呀 她明白得很 这个时候 也就可惜了咱们的大事人 徐自摩 他有一段不著名的话 但是我很喜欢 他说那些美丽的小鱼 睡觉的时候也睁着眼睛 不需要爱情 也不哭泣 他们就是我的榜样啊 几年以后 两个人终于谈婚论嫁了 结婚之前 梁世成问了一位 说有一句话 我只问一次 以后永远不会再问 为什么是我 李慧音说 答案很长 我得用一声去回答你 准备好听我的了吗 哎呀 很浪漫 也很真诚 两人 婚礼肯定是太热闹了 婚后不久呢 他们就一起回国 在东北大学创建了 中国第一个建立系 那时候缝隙还是 执掌中国嘛 在东北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但是由于林慧音有肺病 不适合东北这个寒冷的天气 差点死了 搞得 徐志摩 大老远跑过去去看他 买药 赔他 还责备梁世成 说怎么能待在这地方呢 这鬼地方 赶紧往南方走 后来他们就不久 回到了北平 加入了中国的营造学社 也是民国以来 中国第一家建筑研究机构 那时候啊 两口子那大有用物之地 从北大的校舍的建筑啊 到剧场啊 他们作品无数 但第一个作品是谁呢 是给梁启超设计的 他们的爸爸是1929年1月19号去世的 字号呢 引兵死主人 所以呢 他们决定就把这沈阳僧的 藏女 取名叫梁再兵 同样也出于对营造法师 这本巨著的作者 宋代人 李介的敬仰 他们又给儿子取名 梁重介 想当年为了破解这本书 从1930年到1945年 夫妻二人 共同走过了中国四五个省的 两百多个县 考察了几百处 古建筑 并提请政府 予以 严格保护 都哪些建筑 河北 赵州桥 三西 应县 木塔 五台山 佛光寺 哎 说起来真是了不起 真是了不起 同时 同时他们 出版了大量的论文报告 以及青寺营造 择利 等等的专注 所以 与 梁思成一样 林慧音 是个绝对了不起的 大学者 而且很多画室 都是出于他的手 因为他是学美术的 但是 这位女神 他当然 闲不住 原来在美国的时候 他就搞过思设 和文艺多 他们一起 回国呢 其实建筑也是美 他对此有很多的评价 他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呢 也就更上了一层楼 那个时候 有人说过他 说你喜欢热闹 也喜欢被人称谢 所以啊 每到周末 北总部胡同 当时的总部胡同 三号诗客院里 那是高棚满座 后来呢 冰心 把那里的场景 写了一篇文章 叫太太的客厅 里边不发讽刺 以后讲冰心的时候 我们再讲这段 那个时候 如果能到这个客厅 那可了不得 随处都是 一会儿英语 法语 德语 拉丁语 也有中国话 各种土话 南墙北调 而且是 各个尖端行业的 真知若见 有好吃的 好看的 好玩的 很多后进的青年 比如说 肖谦呢 沈崇文呢 都是在这里 得到赏识 并且得到了 鲤鱼跳龙门的机会 张游易曾经说过 林慧音 徐志摩这个女朋友 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 长相更漂亮 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 当然她眼里 另外一位是 陆小曼 陆本人也是 长相不错 思想自由 只不过后来吸毒 勿鲁其徒了而已 经常参加 沙龙的人 都知道 这里边有一位 不寻常的客人 几乎哪次都来 来得最早 走得最晚 后来呢 还搬到了 人家的后院 后院门 不方便 他自己打了个偏门 自由出路 不怎么搭理那个男主人 就跟女主人好 这家伙是谁呢 嗨 金月林 他比梁慧音呢 大九岁 两个人的共同兴趣 爱好啊 也很多 这个黄金王老五 一天到晚 就跟人家搅合 陪孩子玩啊 什么的 梁志诚没功夫啊 他行 所以外号叫金吧 这也是另外一种感情 接下来 我们还要讲 梁志诚和金月林 回头再说 直到 二十世纪八四年代 有人拿了一幅 林慧音当年的照片 金月林据说 金老师全身颤抖 流着泪 像小孩子一般的恳求 送给我吧 送给我吧 不少文人呢 比较关注这点事 说呀 在徐志摩那 平复音得到浪漫情怀了 梁志诚这 得到是宽容理解了 金月林这 得到是刻骨铭心了 这三件事啊 见人见字 我想自理行间呢 听完这个故事的人 各有各的理解 也不说更多的评价 李建武曾经说 林慧音决定聪明 又是一副 炽热的心肠 口快 性质直 好强 所以呢 几乎所有妇女 都把她当作仇敌 前面咱们说过 因为 她几乎是 所有女性的 像不嫉妒恨的对象吧 抗战爆发以后 凝照学社 随着食语所 就傅斯年他们 陆川 在哪呢 四川省南西县的李庄 丧罢村 不久 林慧音 在东北德的那个老病 肺病复发 竟然抱病卧床了四年 在这期间呢 金月林 随风左右 帮了梁士诚不少的 这个大哲学家 竟然会养鸡 给咱们一家之吃 当时林家 他的亲弟弟 林恒 参加了空军 第一批队 日本人作战 结果战死 是中国的 抗战英雄 林慧音 情绪就 低落到了 极点 有一次 儿子就问 说日本人 万一打到咱这块 怎么办 林慧音不加失所 得说 投家 美军参战以后呢 曾经要中国 给出免诈取 保护文物 结果两口 这还是 想了再三 做出了 这样的举动 把日本的京都 和耐量 都画了进去 说这是 咱们 最接近中国唐代的 这样的一个文物区 但是 与小日本相比 中国的 这种文人情怀 是何等的高尚 抗战胜利以后 夫妇俩就回到了 清华 继续教书 一直到了 北平和平解放期间 这次不是美国人了 是突然来两个陌生人 是四野 的两个军人 说你们就是梁先生和林先生了 然后拿了一个地图 说如果作战 你们认为 北平 应该怎么保护 这是我们统帅的意见 哎呀 这个举动 还是 有这个 传统情怀的 他们就决定 就留在了 北平 留在了清华大学建筑系 后来呢 众所周知 虽然林徽因身患重病 他还是参与了 郭辉的设计 和这个 人民银生纪念碑 碑座的设计的纹饰 画圈的浮雕图案 等等 52年呢 他还参加了 中南海淮音堂的 内部装修设计 包括 当时几乎挺业的 这个景泰兰设计图案 以及四字 挽救了这么一个行业 当时呢 他们清华人呢 还为新中国 提出了一个叫这个 城墙花园的概念 就是北京的城墙都别动 绕着一共将近四十公里 就是三十九点七五公里 然后加上绿化 把美丽的北京城 保留下来 当然了 理想是丰满的 现实还是骨感的 他身体又不好 后来看到北京城 变得炉屎破碎 他的心情 掉到了谷底 最后拒绝了饮食和治疗 据说 他在去世之前 要求见张又怡和徐吉凯 当时虚弱的都说不出话来 林荣音呢 头一魂转到这边 看看张又怡 一会儿又转到另外一边 盯着徐吉凯看 张又怡后来 在台湾那些回忆录的时候说 我想他见我 是因为爱徐志摩 看看徐的孩子 虽然他嫁给了梁家 营救忘不了他的初恋 初恋还是未恋 这话我们确实评价不了 这也算不上两个女人的战争 我觉得张又怡和林荣音 都是民国非常非常伟大的女性 1955年4月1日 6点20分 林荣音先生 病死于北京同仁医院 10年51岁 在他的葬礼上 很多民国面孔 几乎全部都出现了 最悲伤的 就包括金若林 他写的晚连寺 一身诗意千寻暴 万古人间四月天 他这个四月天来自于 林荣音本人 那是1935年4月5日 林荣音在《学文》杂志发表了 《你是人间四月天》的诗作 是悼念 徐志摩的 他在诗的最后是这么写的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燕在凉间的呢喃 你是爱 是暖 是希望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一树之间的 是一树一树之间的 一树一树三树 在《学文》杂志发表了